第319集 着了道 因为有了警惕,所以在刚刚逛街的时候,莫小瑜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顶帽子,现在派上用场。 简单的乔装打扮一番,从酒店的后门溜了进去,走员工通道进了酒店客房区。 但是刚刚进入到自己的房间不久,就听到了敲门声。 莫小瑜一下子屏住了呼吸,也不敢乱动。 看了一下窗帘,房间里能藏人的地方也只有那里了。 爆气电脑刚刚躲好,就听见敲门声是停止了,可是有人改用工具开始开锁了。 莫小瑜意识到,这些人可能就是放窃听器的人,于是静静地躲在窗帘后面,等着看看到底是什么人。 因为房间里铺着地毯,所以对方的脚步声很低,而且听不出是男是女。 而他又不敢露头去看,因为他相信人的第六感是很灵的,万一被发现了,自己能不能走得脱,那都是一回事。 莫小瑜此时方才知道,特工啊是真的不好干。 回想起白露给自己的材料里的那些信息,慢慢地捋出了一个脱困的方法来。 但是即便是每天都在更新的特工问答,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,因为每个人面对的情形都不一样,所以解决的方式肯定不一样。 女人进门后一眼就看到了被破坏的座机电话,那枚窃听器也不知道去哪了,但是毫无疑问,窃听被发现了。 随后女人掏出电话,汇报情况。 让莫小瑜震惊的是,这个女人说的居然是日语。 莫小瑜虽然跟着恒山千杀没学多久,但是日常的交流可以听懂啊,听得出这个女人是在汇报这边的情况。 挂了电话,女人开始搜查莫小瑜的东西。 渐渐的,女人绕过大床到了窗户一侧,翻看了一下床铺,起身之后正好退到了窗帘边。 莫小瑜已经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道,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,莫小瑜夹着电脑的胳膊骤然松开, 在电脑落地的一瞬间还不忘用脚面垫一下,给电脑一个缓冲,省得摔坏了。 可是她手里推着窗帘向想象中的身影扑了过去。 当赶到自己用窗帘抱住女人时,一个旋转将女人彻底包裹在了窗帘里。 女人开始挣扎,并且伸手想要从腰间拔出刀子。 可是莫小瑜此时已经置身事外,掐住女人脖子的方向,向墙上狠狠地撞去。 如此反复三下之后,女人停止了反抗。 莫小瑜松开了窗帘,女人从窗帘里滑落下来,倒在了地上。 挺漂亮的一个女人,但是额头已经开始流血了。 莫小瑜没敢弯腰去看看她是不是还活着,拿起电脑到了洗手间,扯了很长的一条卫生纸,来到了那个女人的身边。 站在床上,慢慢地将轻飘的卫生纸条降到她的鼻孔处。 卫生纸条随着呼吸不断地被吹开,又被吸回去。 莫小瑜这下放心了,还没死。 莫小瑜乔装打扮好,出门时将需要清理房间的牌子挂了出去,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发现她。 当莫小瑜回到了另一个宾馆的房间后,狼间白已经等得有点急了。 怎么去了这么久? 哎,老师,出事了,我回去的时候,正好遇到有人去了我们的房间,还是个日本女人。 我听得很清楚,说的是日语啊。 莫小瑜气喘吁吁地说道, 日本女人? 狼间白一愣,不由地想起了在绝业房间里看到的那个女人。 难道是她吗?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么绝业叫自己来香港,不就是单纯地保证那幅画能上拍卖会那么简单了? 自己虽然在国内书画鉴定也是有一号的,可是拍卖行的专家水平不值得信任吗? 要知道这家拍卖行可是数一数二的大拍卖公司。 狼间白这么想下来,脑子瞬间有了短路的感觉。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啊? 狼间白问道, 很漂亮,我的手机换了也不能拍照,所以就没拍啊。 莫小瑜很郁闷,他本来想拍个照来着, 但是自己的手机换成了最原始的通话手机了, 连个拍照的功能都没有。 莫小瑜看着自己拿回来的电脑,记上心来。 不知道对面的酒店网络防火墙是不是足够坚强, 连上酒店的无线网络开始编写程序。 事实证明啊, 对面酒店的网络防火墙很刺, 连接到了监控系统之后, 调出了自己房间楼层的监控录像, 然后将电脑推给了狼间白看。 老师,你看你看看,就是这个女人, 她是用别的手段开的门, 那个时候我正在房间里呢。 你连这都会? 狼间白惊讶地看着莫小瑜问道, 老师啊,这是我老本孩啊, 我本来就是学电脑技术的, 这还不简单, 这是最简单的黑客技术了。 莫小瑜说道, 没错,就是他, 我在绝业的房间里见到的就是他。 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, 还是个日本人, 难道真的和绝业说的那样, 是那个日本财团派来的? 狼间白自言自语道, 老师,我说一句啊,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被绝业给骗了呢? 本来这事我们也没什么事, 卖了就卖了, 卖不了拉倒,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? 我们是最上层,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, 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啊, 操作不成, 那也是他们无能。 我们来这算什么呀, 自投罗网吗? 莫小瑜问道, 说到自投罗网, 狼间白一个机灵。 莫小瑜说的没错, 以往任何一次出货, 自己只负责组织货员, 但是至于怎么出货, 那不是自己要管的事啊。 但是这一次自己真是老糊涂了, 居然听了绝业的话, 亲自到了拍卖地, 你说万一这事要被人露出去, 自己还要命不要命啊。 小瑜, 你快把镜头切回去, 从绝业进房间开始, 一直往回拉, 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。 我总感觉, 很可能是绝业出事了, 我和他共事多年, 要不是身不由己, 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啊。 郎坚白说的, 于是莫小瑜调出了绝业的楼层监控, 按照快进的方式, 一直追到了绝业第一次在这家酒店出现时的地点, 楼下咖啡厅, 但是他们坐的位置呢有点偏, 所以虽然有监控, 可是呢, 看不见当时发生什么事。 怎么样啊? 郎坚白问道, 啊, 看来绝业是被人设计了, 自从进了房间, 绝业就再没出现过, 都是那个女人在静静出出, 莫小瑜说道,